带领关系发生在新北市新店的枪击命案 现场已经被拉起层层的封锁线 而状况就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多 一名四十五岁的男子被邻居发现 他倒在社区前动也不动 送医抢救之后呢 经过一个小时治疗还是宣告不治 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之外 也派出监视人员来调查 关于这个状况一开始诸呼还以为 这名男子是不是中风陆倒 结果送医之后 救护人员发现 这名四十五岁的核心男子 他的脖子的左侧有两处的枪击伤 而远景到场之后 也在现场找到了两枚弹壳 初步调阅监视画面 发现一辆银色的轿车 设有中邪 他在案发之后火速离开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了车后 要以车追缘 但这恐怕也得等到车主来说明 才能厘清 是不是跟这起命案有关系 又或者是这部车曾经借给了谁使用 而对去枪击命案 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目前展开追捕 也要了解犯案动机 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